基隆有名23岁的女大神嫌自己不够美丽 竟然呢是利用ATM转账了18字 盗领走了母亲42万 去做销举 龙鼻 还有买一些漂亮的衣物 而母亲发现这个女儿为了变美 竟然当起了家贼 尽管这个三等亲窃盗罪呢不是公诉罪 但是母亲下定决心 要告女儿窃盗 要给她一个教训 接着名牌包想要让自己变得更瘦更美丽 23岁的流行女大神 花了20万整形 不过用的钱却不是她自己的 透过妈妈的提款卡提领了18次 拿走42万先是花了20万又龙鼻又小纸 剩下的钱则是全部拿去买衣服买包包 等到妈妈惊觉不对劲报案 才发现这小偷竟然就是女儿 犯行竟然是自己的爱女 虽不可自信 但爱女心却能要求提高给女儿一个教训 这回可不是像小时候罚罚站就好 妈妈心痛之余还是坚持提高 也让女儿最后是一切到最闲 一送罚办